哈喽哈喽同学们下午好呀 欢迎大家来到商业化数据分析模块 那今天是周五了 如果说大家能够听到小小老师声音 并且能够清晰的看到电脑屏幕的 大门当中扣一波小小就可以开始跟大家上课啦 好嘞那这一块大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咱们就跟大家来看一看 那今天下午呢跟大家所讲到的课程内容呢 就是针对于文本类型的这个函数的了解学习 那像前面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统计函数对吧 在昨天的课程里在统计函数当中 我们知道了针对于一些数字 我们是怎么去进行对应的处理的 那数字其实和文本呢 平常是咱们在这个表格当中见到的比较多的 那不出意外我们的这个文本类型的函数呢 它也是比较多的内容的这个函数处理 包括在这里哈大家还是需要去多熟悉它们 因为等到后期我们真的去进行一些对应的数据处理的时候 多部分的状态下呢 还是会去结合着像上一节课 像昨天跟大家讲到的统计函数呀 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文本函数 柔和在一起可能交叉着签套着来去进行使用 所以说更多的大家先去从基本上 先去从基础上去了解到它本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所一个呈现的内容效果 然后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进行综合运用的时候 包括对插着是有一些案例操作的时候 相对来讲会更加的简单 好吧 那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看到的啊 更重要的部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去打开Excel啊 实际呢在这个Excel当中去看一下 我们对应的会跟大家讲到哪些内容呈现 首先第一个我们跟大家所涉及到的这个文本类型的函数呢 来我们找一找 是不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说是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呢 自己去练习一下 只有你自己真正的去练习了 才能够更好地去掌握到它所本身表示到的一些含义 表示到的一些效果呈现是哪一些 好吧 然后接下来对应的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啊 首先呢我们先去看第一个分类啊 第一个文本类型的函数呢 我们把它叫做长度函数 长度函数呢它包括认和认币 认和认币它们两个呈现的效果 我们对应的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我们所涉及到的是字符长度 字符长度呢它内部所包含的 比如说像一个数字呀 一个文字呀 一个标点符号呀 一个英文呀 它都代表的是一个字符的意思 一个字符就是一个数字一个汉字一个标点符号 对吧一个英文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一个字符 那在这里对应我们看一下右侧这个内容呈现啊 这个内容呈现比如说对应的有些案例 有一些对应的效果 那在设置的时候这个认 好那这个认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要重点看一看啊 我们是不是认的时候你认的文本内容 所以说我引用当前前方这个单元格的内容即可 引用完成之后 安特先回车一下 我们会看到此时此刻它有几个字符 从数上 来观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共有九个字符 很显然的是没有问题的哈 这里呢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又把我说 想想十是属于一个字符嘛 大家不要忘记十是由这个一和零组合而成的 所以说具体在呈现的时候 它必然的是属于两个字符 这个关系呢大家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搞明白的 好吧这是我们所涉及到的第一个啊 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呈现 然后作为认这一块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问题吗 这里 针对于这个问题 好针对于这个问题 没有其他疑问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就是认币 认币和认呢 大家其实是可以对比着来去进行记忆的 那认币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字节的长度 它表示的是一个字节的长度 那这个字节呢 它是有一个中文标点符号 这个包括英文数字 我们在去区分的时候注意 英文和数字是属于一个字节 其他的都是属于两个字节 这个关系我们要明确啊 英文和数字是一个字节 其他的都是属于两个字节 那我们就区分开了啊 如果说你认一个中文韩字的话 那我们在认当中它是一 它是一 但是如果是认币的话 它就是二了 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具体的是 操影一下啊 来看看对应的这个呈现效果 那在设计的时候 认币 认币前方的这个对应的文本字符 那我们把它引用之后 接下来对应的大家看到直接什么呢 直接我们就 还是Enter间回车一下 现在我们会看到 认币你所得到的是14 那认得到的是9 那在这里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一下 这两种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关系 那首先我们会发现14-9是5 如果说大家对比会发现的话 它本身代表的就是你看到的中文汉字有几个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还包含我们的标点符号 因为汉字和标点符号代表的都是两个字节 那很显然的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当认币减去认的时候 其实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中文以及标点符号 它所占据的个数 一共有多少个中文 有多少个标点符号 这样的一个统称 那这块大家能明白吗 能理解的 在大门当中呢 扣一波数字1 然后有疑问的大门当中呢 直接扣一下你的疑问 我们来看一看哈 这个一会儿的时候 我们在用的时候是大有用处的哈 在跟大家讲这个对应案例的时候 实际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这块大家有没有任何的吉他的问题 好没有问题 那咱们就继续向下走哈 接下来对应的我们是需要跟大家看看截取哈 我们要对应的去看一看截取 截取我们整个文本字符串当中的内容 文本当中的内容 那我们在截取的时候是有三种截取形式 可以左截取右截取 以及指定位置 明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叫做中间集取位置 那在呈现的时候 left 那当然我们要记得啊 left和leftb两者之间的区别 一个是字符 一个是字节 包括right rightb 明的明的b啊 都是代表了字符和字节的意思 这个呢 等待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在具体的应用当中呢 其实是会跟大家涉及到的 这一块我们要明确啊 那在展现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去看第一个 left文本啊 它所代表的一个参数的使用形式 大家是一定一定要看好的 首先left left第一个啊 它在这里是有两个参数的 第一个参数代表的是 你要截取到的文本是什么 就是你要截取哪一个文本 另外第二个参数就是你截取了多少个数 你截取了多少个数 那在展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写一写 left 好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此时此刻 要去截取的字符串的这样的一个文本 然后截取的个数你可以截二三次 对吧 我就截了四个吧 我们截四个啊 当然大家 这个我是建议你们啊 在下课之后呢 自己除了在测试left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leftb 好吧 然后在这里我们enter键回车一下 大家会看到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给到的是什么内容 给到的是一个第十节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所有的啊 内容在字符当中都是一个 代表是一个字符的意思啊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left截取 那除了left对应的截取内容 我们像现在再看一下还有一个right right截取设定的内容 来right 当你在去这个写right的时候 第一个位置还是我们在跟大家讲的 你要去截取的文本 那你从右侧截取的话 你截取几个字符 两个还是三个 还是四个 还是五个都可以 比如说在这里我就截取两个 那大家看到我们会把这个la la是不是给大家截取出来了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我们的min的 min的代表的是从指定位置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从这个中间开始截取的 那这个min的我们来去设定到时候 来看看啊 min的函数 第一个文本 我们肯定是需要具体的操作一下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的位置 也就是你从哪一个位置去截取 比如说我从第二个字符上来去进行截取 你截取几个呢 比如说我截取两个 那我们截取到的肯定就是一个数字 截取到的就是一个对应的数字呈现啊 这里不小心加了一个负号 来是不是这里截取到的是一个十 好很明显啊 这就是我们所对应的 如何去展开进行这个内容的一个截取呈现 能明白这块 好嘞 那对于截取这里 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吗 有疑问 有问题的 可以在大门当中 扣一波 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 大门当中扣一波 这个哈哈 我们就跟大家继续相差走了 有没有问题 对于截取这一块的内容呈现 好 那这里没有问题 咱们就跟大家继续向下走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针对于内容的查找 这个内容的查找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比较的重要的 还应该说至关重要 所以说大家在去学习了解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更好的明确它 首先第一个查找当中我们看到是有两个函数 Find以及色质函数 这里我可以先跟大家提前说明一下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Find会比较的多一点啊 比如说就例如小小来讲 我本身使用Find会更多一点 那在这里咱们就要去区别区分一下啊 来看看这两个函数之间对应的区别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Find的函数 它代表的是要查的文本在被查的文本的第一个位置 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要查找这个文本当中的某一个字符 那它返回到你的是这个字符所出现的第一个位置是在哪里 比如说它从我们字符的第二个位置第三个位置去出现 然后另外查的开始位置 如果说大家不写的话 我们是默认从原始从最初一来开始查找的 当然你写的话那就根据你写的内容来查找 另外一个 我们看search 那作为search来讲 首先第一个来去区别对比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来查找的 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作为Find的函数 它是可以去识别到大小写字母的 不可以去使用到通培符 但是作为色彩来讲 它呢不识别大小写 可以去使用通培符 那这块我们就针对性的跟大家来看一看啊 来那在设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先从Find的开始哈 来说这一个Find 首先第一个要查的文本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查一个小写的M 查一个小写的M 注意用引号来包裹 太激动了是不是 好 要查的字的符是M 那另外我们被查的文本 是从哪个文本当中去进行查找的 这个呢是需要咱们去指定出来的 比如说我要查找的是这个MA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开始的位置 这个开始的位置可以不用写默认从零开始查找 那现在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大家看看此时此刻它所出现的位置是在哪里 第三个 那大写的M有在计算里面吗 没有对不对 没有啊 这个是一样的啊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这个看一看色尺 对不对 那作为色尺函数 第一个你要查的文本 我们还是要查一个小写的M 那另外我从这里边查找的话 开始位置还是从那里开始 我们会看看查找的什么 第一个位置就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识别大小写 对于大写的M和小写的M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是的呢 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看到对应 查找这个部分的内容设定了 然后各位宝字们来看看 针对于这个部分 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问题吗 有疑问 有问题的可以在大门当中 扣一波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 来大门当中 扣一波数字R2 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向下走啦 有没有问题 好看来大家都这块学的整体来讲 都还是比较的轻松满意的是吧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某足劲啊 好好的坚持下去 等到后面的时候 咱们整体对吧 掌握的更加好一点啊 好嘞 那这块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再往下走 看一看这个替换 替换它本身的代表的是什么呢 RIPLEASE啊 RIPLEASE首先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Substit 就单词涉及到比较长哈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说 我可能这个函数太长了 记不特别好的话 大家记住它前几个字母 后期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 特博补权键来去补权也可以 但是至少我看到它 我是要认识它的 对吧 我可能敲出来 有一些字母的顺序 我搞的不是那么明确 但是至少和它相类似的 这样的一些函数 在区别区分的时候 我是可以去清晰的 能够看到它的 好吧 嗯 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看啊 这里设计 首先我们先看RIPLEASE啊 RIPLEASE呢 它代表的是 把给定的开始位置 和长度的内容 替换为其他内容 那在这里 它的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的一个参数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现在我要求在使用RIPLEASE的时候 把我们手机号的中间四位 变成一个信号键 这个是比较常规的 或是我们经常见到 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就跟大家具体演示一下啊 那么在呈现的时候 首先我们在设置的时候 第一个RIPLEASE 文本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这个文本 就是当前我的手机号 那第二个就是我的起始位置 中间四位 我的起始位置 我是从第四个开始 好吧 我从第四个开始 然后替换的字符是什么 我们现在替换的 这个替换几个字符 那我肯定是替换的四个字符 对不对 还有新字符 那我们就可以写上 这几个涉及到的一个新号吧 安特金回车 是不是看现在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 或者说常规大家所遇到的 这个手机号的一个成型形式 明白 嗯 好嘞 那这块没有问题 还有这个substitute substitute这一块 我们来看的时候 这块重点 大家看到 其实它和RIPLEASE 就是存在着这个区别的意思 我们这个顺序的意思 那在设定的时候 这一块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看一看 substitute 那在设定的时候 首先文本 文本是什么呢 是不是当前这里说这 那我被替换的字符是什么呢 我被替换的字符 比如说学习吧 那我新的字符 我要替换的是什么呢 我爱这个 我爱怎么样呢 我爱学习 我爱吃饭吧 行不行 我现在我爱吃饭 那在后面设定的时候 替换第几个 那我替换的是什么 那我们替换第二个吧 好吧 然后在这里 enter件回车 大家看到什么 我爱学习 但是吃饭让我快乐 并不是学习 所以说在这个节点上呢 大家能够 看出来 它们两者之间对应的一个使用情况 当然呢 我们在展现的时候 就是像这个substitute 可能更加适合于去出信 我们在一个文本当中 可能会去重复出现的一些文本内容 我在替换的时候 可能我只想去替换局部的 只想去替换局部的 然后呢 我又不太好的去数出 它是属于第几个位置 我从哪个位置去进行替换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其实显然的 或者说我们更合适的 就是使用这个substitute 会更好一点 对吧 嗯 好 这是跟大家所讲到的 两个替换部分的一个呈现 然后针对于替换部分的 这个文本函数 大家看一看 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问题吗 有疑问 有问题的 可以在它们当中 直接抠一波你的问题 没问题的 它们当中 可以拠数字666 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向下走了 有疑问可以 一文就可以 嗯 好 这块整体来讲 大家都感觉 学习起来是比较轻松的是吧 好嘞 那这块没有问题的话 那咱们就跟大家继续向下走 嗯 好嘞 那继续向下走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 重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成复性的函数呢 repeat 这个函数呢 它代表的是将文本内容呢 去重复到一定的次数上 文本内容 重复到一定的次数当中 它的使用形式 首先repeat 然后第一个参数代表的是 你要重复的文本内容是谁 第二个就是你重复多少次 你重复多少次 然后针对于这个节点呢 我们跟大家具体的来操作一下 等于repeat 对不对 那这个repeat 在设置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你这个重复谁 重复我们就说 重复我爱学习吧 我自己枪好吧 可以自己枪哈 我爱学习 好 我爱学习 重复十遍 那我们后面是不是可以写个数字十 大家看到 要真正的数一数吗 我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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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重复了十遍 能明白啊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看到的 所对应的 重复这个部分的一个效果呈现了 这个呢 大家 一会儿就说可能会用到啊 重点警告提示一下各位 好嘞 那这块没问题 继续我们往下走 看一下合并 其实合并内容呢 这里 简单来讲 其实说实话 我们倒不如去使用女号符来去进行拼接 所以说基本上呢 大家来去了解这个合并拼接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识比啊 基本上在我们课程当中 大家所遇到的 你利用这个女号符来拼接 其实我认为已经足够有了 足够够了 足够满足了 好吧 这一块大家重点去记忆女号符 如何来去进行这个对应的拼接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下课之后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呢 把这个合并这一块的内容呢 自己再实际的去进行一个演示呈现 再实际的去演示去看一下对应这一块的效果 好吧 这是合并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清洗哈 清洗在这里设定的时候 就是我要对这个内容去清洗 比如说我这个 呃 timer啊 在这里除了单词之外的空格之外 请出所有的这个空格 哎就是用来去清除这个空格的 那现在你在去设定的时候 其实完全可以记忆去演示一下 但是还是要说哈 你要清除空格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 它就是在对应的一些数据操作当中 啊 去跟大家使用到的来看到的 所以说这一块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我操了多位空格 你好新世界 本身呢 你好新世界之间呢 可能我就需要让它空格 但是我们不小心敲的比较多了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删除文本当中 不能打印到的一些字符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特殊字符 大家也可以去对应的看一看 测试一下 对吧 颜色一下呗 反正给大家放了一个精准的 这个位置设定啊 我们就跟着跟着这个对应的位置来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清洗内容这一块啊 大家根据情况呢 下课之后还是说自己去演示一下 会比较的好一点哈 嗯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 对于这个清洗合并这一块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问题吗 有疑问 有问题的 可以在答案当中 口一波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 答案当中 可不及及 我们就继续向下走了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咱们就跟大家继续向下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小写 这个文本内容大小写 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word当中 大家经常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评写 包括在代码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书写形式 大家自己真实性的去操作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代码 我们现在要去查它的对应的这个返回到的代码的编号 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进行设定 好吧 我就不跟大家一一操作了 然后以上呢 这就是针对于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文本类型的这个函数呈现 然后作为文本类型的函数这一块 大家内心当中是否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呢 然后针对这一块 大家还需要想要重复性的去讲一些哪些函数吗 就是我现在讲的哪个 大家感觉不是特别清晰的 可以在他们当中说一下 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行具体的案例演示案例操作了 有没有 好 没有的话 那咱们就继续向下走 来看首先第一个案例操作 我们需要去进行这个截取查照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让大家呢 要求你们呢 把我们的单位和数字呢 去进行一个分离合并 首先我们先说 如果说没有去使用到 今天跟大家所讲到的 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使用方式的话 应该选择的是哪一种 应该选择的是哪一个 我把单位和数字分开 我们说快速填充可不可以 第一个写单位 我就写一个位 中文哈 那第二个我就写这个数字 快速填充 我们现在全选之后 Ctrl-E看一看 这个内容可不可以 可不可行 可行对吧 那我们会看到 它是完全的是 把它这个截取出来 填充的还是比较完整的 好 当然这是一种方式 除了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 这种方式之外 我通过截取应该怎么截 那大家需要去看清楚 这里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个关联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此时此刻是有数字 对不对 还有这个中文 很明显数字和中文 这个单位呢 它都是中文 数字其实就是代表了 我当前内容呈现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 就把它给区别开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 把这个数字和中文截取开 刚才跟大家讲了 任和任币 我们知道任币减去任 它代表的是中文的个数 那是不是我要截取单位的话 我只需要从右侧截取 这个中文的个数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意思啊 好那像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write write来硕定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我当前要截取的文文内容 第二个我要去截取到的长度 那这个长度就是 我们刚才跟大家所说到的 我要用这个任币 对吧 任币这个内容呢 我需要去减去任 它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此时此刻所看到 对应的一个内容效果呈现 很明显这样的话 也是一个正确的操作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数字怎么则的 一个字符 一个文本 它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文和这个数字 就没有其他了 所以说像现在 我知道这个中文的位数了 它有几位 那我同样的 是不是我把整个的 这个文本的 整个的这个文本的字符 长度减去中文的 其实就是我们数字的 也就是我要任 再减去括号里面的任币减任 这个大家能明白啊 任币减任代表的是 我们的单位的一个长度 那除了单位中文 那剩下的就是数字了 然后你再用任去减去它 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在硕定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看一下 来这里是我们要从这个 left截取 这个要从左侧截取了 来截取到的这个内容 我们所说知道的这个任 我要减去括号里的任币 减去任 好这个括号一定要扩着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发现 这样的一个书写形式 它同样是可行的 同样是可靠的 嗯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所讲到的 第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的案例啊 大家好好的掌握到这个任何任币的 一个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走 这里的操作办法呢 就是将数字部门姓名 这个姓名呢 来去进行分离 其实在分离的时候 就是我的公司是好日子 我的部门是财务部 我的姓名叫国家 那分别开第一种形式 我们也可以通过快速填充来展现 比如说好日子 我就写好日子 然后财务部 我就写财务部 然后对应的还有国家 我就写国家 那对应的你把这个东西 Ctrl1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 我们遇到一些对应数据的时候 它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多样的 并不是说大家必须要去使用哪一种才可以 基本上只要是我们说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就可以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办法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分裂去做 分裂去做呢 我们就把这一块的内容区域选中 在数据选项卡当中选择分裂 选择下一步 来在其他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要勾选的其他 为什么 因为我会发现 公司部门姓名之间 他们可以去分离分隔开的 其实就是括号呗 那这个括号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去 先把这个括号给复制过来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很好地去确定它是中英文 那么现在写个中文的 大家在数据预览当中是可以看到 是不是就把好日子和其他的 和这个部门和姓名区别看了 好那现在就下一步 我现在的目标位置 可以把它放在这三 放在这三哈 来设定完成之后点击完成 点击确定 是不是好日子有了 但是这里要分成两步操作 你是不是在这个部门里 我怎么 在这个部门里 是不是我也可以去进行下一步操作 那接下来我要去选的 就是大括号了 我选的就是不是大括号 就是我这个结束的 括号的结束了 是不是现在我们把它给分离开了 然后点击下一步完成 然后确定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对的啊 解决方案是多种各样的 大家随意地去选择 你们认为比较合适的 或者说你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就行 好那除了我们说 跟大家用分列的话 用函数怎么做 用函数的话 其实很明显 我在去区分公司的时候 我只需要去截取到 这个括号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用分的去查找 可以查找这个括号 它的一个位置 那么截取到这个括号的位置 减一不就可以了吗 来 减取到它的减一 那么在设置 lapt的时候 那比如说 我截取到的这个文本内容 另外分的啊 我分的什么呢 我分的是中文状态下的括号的开始 然后我在这里要注意 是从哪里找 是不是从当前这个单元格的内容当中 去进行查找 我需要减去一哈 出来的 它是找到的话 给到的这个角标一 那是不是这样的话 好日子就有了 好日子就有了 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对应的姓名也更简单了 姓名我现在是right 我从右侧去 这个进行查找 是不是可以的 姓名我们是从右侧可以查找 你查找的就是当前的什么 你查找的是当前的什么 是不是你查找的当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F3 你从哪里找 是不是你还是我们在去截取的时候 你用认去看一看 我当前设定到的这个F3 对吧 我要让它减去 因为你从右侧减去 那你要就要看一看到这个括号的结束 它的位置是怎么样子的 那在减去的就是犯的 犯的谁呢 你犯的就是我这个括号的结束呀 对不对 那这个括号的结束 我们在哪里找 是不是在F3这里去找的 注意这个括号的一个闭合 是不是国家我们也出来了 姓名也出来了 是吧 对的啊 那姓名出来了 那么请问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在呈现的时候 这个部门怎么办呢 部门我们是在中间位置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 部门比较复杂一点 它在去呈现的时候 我们更多考量到的 更多考虑到的 我们是从中间截取 从中间截取的话 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到的是 截取的文本内容 第二个就是我需要去考虑到 我从哪个位置开始截取 对不对 我肯定是从这个翻的 你还是要找这个括号的开始 还是要找它 我在截取的时候 截取的这个位置肯定是加1 我从这里开始 然后从哪里结束呢 是不是我在去进行结束的时候 意味着咱们此时此刻 在这个F3当中 我要找的是这个括号的结束 对吧 我要找的是这个括号的结束 然后干什么呢 然后干什么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需要去 减去你此时此刻所看到的括号的开始 因为我们在去设定的时候 大家一定一定要明确啊 你现在找的是一个范围的设定 然后减去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部门就有了 明白啊 中间的可能大家在去找的时候 稍稍是有一些些的麻烦的 嗯 好嘞那针对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吗 可以先不用跟着操作啊 先理解它就可以了 然后刻下载操作 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里要求是把省市啊 省份和城市来去进行分离 那在这里我们说用这个 呃 快速填充可不可以 对吧 用快速填充 大家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有省 然后还有什么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对吧 所以说你如果说用分裂的话 其实那就代表它的格式是统一的 但是现在下面不仅仅有省也有区 如果说既有省又有区的话 其实大家来去区分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太很容易的能够区分开了 所以说在硕定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对应的去看一看的啊 对应的来看一看 比如说假设啊 我们在去做操作的时候就这样写 我等于left 那不就直接截取呗 我能找到省我就看省 我能找到区我就看区呗 对吧 你找的时候山东省几难市 在这里去设定 那么fand f是不是在这里你要去做判断 f f函数 那我现在如果说fand 能够去找到这个省 在哪里 是不是在当前单元格的位置 我就返回的是不是 我现在要就是省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给到的就是区 不行的话我给到的就是区 那么在设定的时候看一看能不能行哈 来在这里我们看看省份的话是这样子吧 来那现在大家说咦 看起来就是轻松一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个问题是为什么后面是有value错误 这个时候我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说会有这个value错误呢 value错误它本身表示的是 是不同数据类型的值来去进行运算的 什么是不同运行的这个内容值呢 首先我们在去描述的时候 在去呈现的时候 你返回的这个省 或者说是你特定查找到的这个区 我们现在在f函数里应该给到什么 应该给到的是处和false对吧 你现在审核区我怎么让你判定很好的省 中国区的这个false设定呢 我们怎么去描述它 那你给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怎么去把它识别出来 不太好识别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其他的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来看一下 在s number 在这个s类函数当中 那这个s类函数呢 其实在我们后面当中跟大家 相对来讲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比如说用s number 那你是不是测试是数值类型的 或者说s error 是不是这个任意的错误值 那像现在我们要用的就是s number s number它所代表的就是 首先它的参数其实是一样的 参数是一样的 那在设定的时候 这个s number它所代表的时候 就是判断这个数值 是判断这个值是否是数值 逻辑值我们应该给到的结果是 处和false 那像现在其实我们就直接对应起来了呀 正确返回处 否则的话我们就返回false呗 所以说我们在特定查找的时候 设定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应该把f函数当中 第一个参数 我们给到的这个部分 是设定一个s number函数 得有一个s number函数 你能明白这块吗 它必须要有一个s number函数 来去包裹这个find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得到这个对应结果的时候 就可以了 对要迁套啊 这个大家要迁套 要连合起来来去进行使用 好嘞这一块没有问题 那咱们再看一下它的程式 我们知道我这个省份程式怎么办 你不是你就截取它的这个内容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你截取前面省份的内容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在这里write write截取当前的这个范围当中 我用当前的这个字符的长度 然后减去你这个 现在看到省份的这个长度不就行了吗 哎这个怎么是1817哈 来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了 好这个就表解 那我引用当前前方已经得到的内容来去计算 来这一块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吗 有疑问有问题的可以在他们当中 可不哈哈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向下走了 好没有问题 那咱们就继续向下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就是判断宝贝是否为首饰 如果宝贝的标题包含耳式或耳钉或吊坠 我们就返回首饰其他就为其他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去进行查找设定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更多考虑到的是 耳钉和吊坠都可以对吧 所以说在设定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可以去集合这个 is number这样的一个函数来去呈现啊 来设定的时候我们 F函数第一个 is number is number当中包含的就是我需要对他来去进行查找 比如说我查找耳钉 好难拼 耳钉好难拼 来查找耳钉从哪里查找 是不是从前方这个单元格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来去进行查找 那另外其实我们说耳钉和吊坠都行 其实我们另外你可以用这个奥函数来包裹 奥函数就或者的意思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加号来去替代他 用加号来去替代他也是同样的 那你犯的的时候你找的就是吊坠呗 吊坠可以的话 那我们像现在的话 这两种情况我们所给到的都是可行的 如果说大家找到这两种情况的话 我们给到的就是手势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其他就行 好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能够给到一定的这个结果呈现 给到啊好这是我们用加法 当然大家在去写的时候这一块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用这个奥函数也是同样的 你在这里不用加法 你用这个奥函数去把这个 as number这两个吊坠啊还有我们所看到的耳钉啊 包裹起来结果也是同样的 那就是大家看怎么去灵活使用它了 好吧 嗯好嘞那这是我们跟大家所看到的针对于这个部分的一个效果呈现了 然后大家来看一看作为这一块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就是查找截取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没问题那咱们就继续向下走来看一下如何去删除到指定的这个内容 还删除掉我们的这个中括号 那这个中括号怎么怎么去把它删除掉呢 就是你还是要这个替换 删除其实是可以用替换的 你替换的新字符为空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在这里删除指定的内容我们可以用这个replace来去进行替代全线 那这个replace大家还记得怎么用呢 还有特定的想法吗 来首先replace我们先看好它哈 来找一找替换replace文本其实为之替换几个字符新字段 如果说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感觉 它里面的这个参数我记得不是那么牢固的话 大家是不是完全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按照顺序去写就可以啊 我就害怕你们说哎呀我太麻烦我记不住 现在告诉大家方法了啊 来首先replace还是我们使用的第一个就是文本对吧 也就是你要去截取的要删除到的要去替换的内容 replace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你就是替换的是A2这个文本类似的 那你替换的时候你要替换的肯定是查找的这个中括号的开始和结束呗 所以说那它的起始位置和替换几个字符我们不就明确了吗 它的起始位置必然的是在我们跟大家所看到的中括号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我要从中括号的这个位置开始去截把它给截掉 那请问你替换几个字符 你替换的字符那也就意味着现在我们要去考虑到你的这个括号的开始和结束尾 对不对你的括号的开始和结束也就中括号的结束 我们要让它再去寻找的时候中括号的结束的位置 我们要让它干啥 我要让它减去我们当前看到中括号开始的位置 好那大家会说这样就够了 那这样够了吗 我们一会先看一下啊 最后一个参数就是新字段新字段写空就可以了 空代表的就是我们就直接删掉了 是不是现在大家看到 是删掉了 但是为什么说现在我多了一个中括号呢 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再去写内容的时候 你这中括号在第一个位置对不对开始 那我们一二三四五结束在第五个位置 我是用五减七一是四个 但是我实际应该这个删掉的是几个 删掉的是五个字字符对不对 应该我再加上一 所以说我们根据刚才的问题 我就可以去知道了 在后面的时候 是不是我要再给它加上一就可以了 能不能明白 对加上一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如何去删掉指定的内容呈现 然后针对于这一块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问题吗 有问题抠问题没有问题的话 就继续向下走了哈 嗯好没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固定长度的编号啊 固定长度编号 那像现在我们的要求是整理号的编号形式 就是000的形式 如果说不足六位的话 我们用这个0补充 简单来讲现在是C2对吧 它应该是六位 那一共有两位 我们前面的这四位呢 是要用0来去进行填充的 那在设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 首先你得先明确 你得先知道 我们需要去补几个0吧 等我们知道 是不是我用这个六位的字符 六减去当前的认 这个A2就是这个单元格的内容 不就知道我应该补几个了吗 对吧 你知道你补几个之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考量到的 需要跟大家考虑到的 我们如何去对应的 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内容补充上 怎么补充 是不是我可以去截取当前文本的内容 来这里啊 我们考虑到我截取的文本的内容 肯定是从left截取 我截取的是谁 截取的是当前这六个0 我截几个 我补充几个对吧 我截取出来的这个长度就是 六减去认 这个单元格 就是我截取的 但是要注意这个F2 我们往下拉的时候 其他内容这个F2的单元格是不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把它锁定 那我们现在截取出来的0 大家是知道了 我需要把当前的内容干啥 拼接上 还是要说余浩福其实是比较好用的 余浩福比较好用 是不是现在我们就非常满意 轻松的快乐的是把它给拼接上脑 拼接到位了 这块对应大家是可以感受到的吗 可以的哈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设定到的这个部分 另外第二个方法2 我们现在是引用当前单元格的内容 但是可能情况不太允许我们去自己引用这个单元格内容 我们自己写的话怎么办 自己写怎么办 你是不是重复就行 还记得重复吗 repeat 那你像现在你就直接repeat不就行了吗 你repeat0 你repeat几个不是还是同样的答案吗 还是同样的套路 你这个6减去我当前单元格当中内容的呈现 包括到最后的时候 我还是与上这个单元格的内容不就可以了吗 答案同样是相同的 答案同样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指代到的所讲到的这块的一个呈现 是的 还有我们想想 如果说现在我就说他还有第三种方案的话 那第三种方案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进行这个操作的呢 第三种方案我们应该是怎么去使用的呢 思考思考 我现在就想用第三种方案 我们可不可以替换呢 想一想可不可以替换 我替换的时候 我们说本来替换的内容是从第一个位置开始 我如果说从第零个位置开始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要添加呢 但是方法三比较复杂一点啊 只是让大家去怎么说呢 打破一下思路就可以了 打破一下思路 那么在呈现的时候 在展现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现在的话 我们用这个replace的话 是不是你replace的 内容 是不是当前的A2单元格 然后你开始替换 开始的位置是从哪里 你从第一个开始替换 然后你替换的这个长度 我们就写零 写零的话 其实代表的就是添加的意思 那你添加了什么内容呢 你添加的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写的这个repeat 添加的就是repeat0 然后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就是6-去 你添加的时候你这个repeat不是还是要复制吗 对不对 你这个复制重复多少个 你还是要看一看 此时此刻你需要补充几个0 那同样的 我们得到的 或者说大家看到的 处理到的对应的结果 还是一样的 这里要注意 我们需要跟大家使用到的 就是替换的长度是0 他所表示的就是不影响到本来的内容 不影响本来的内容 然后我有新的内容加起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进行了内容的添加 进行了内容的一个添加呈现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跟大家所涉及到或讲到的很多情况下 它的方式方法其实都是比较的多样化的 只不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到的 可能就是我习惯自以为我比较常用的方式 所以说对于各位来讲 你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在呈现的时候 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琢磨出自己的一套的具体的方式方案来 好吧解决办法 所以说我们数据在这里跟大家摆着 对吧这个素材也给到了大家 大家平常这个下了课 没事了你就拿出来自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解一解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 这个答案呢 其实你一眼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就看一看你这个方案是不是能行得通 只要答案是正确的 那没有说所谓的我必须去使用到对应的哪一种方式方案 明白啊 好嘞那以上呢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讲到的文本类型的函数呈现 然后作为文本类型的函数这一块大家对应的看一看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课程内容这一块 咱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问题吗 有疑问有问题的可以在他们当中呢 直接去抠一波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当中可以不如巴巴小小可以跟大家上次回放了 今天是周五啊 明天没有课程 咱们的课程是同步等到这个 啥时候呢等到我们这个下周一啊 来跟大家上课的周一至周五 下午的四点到五点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上课的 所以说大家记得去守好咱们的上课时间 不要因为这个没有时间啊 就不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即使说我们在听课的时候 确实这个时间段我本身有工作 或者说是我本身在这个学校里上课 实在抽不开时间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听回放 回放是随时可以去听的 好吧 那以上这个部分呢 就是针对于今天内容讲解 嗯 好这一块没有问题 下要跟大家上课回放 终于见了 拜拜